小一欢 青孙你要退学 你要去广州 不准你去广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要去追寻我的梦想 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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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您一下午了 我是来面试武术演员的 武术演员 你会演戏吗 来我踹你一脚 李导 您看我演得行吗 求求您了 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们现在没戏 你回家等信吧 喂 妈 儿长 吃饭了吗 找到工作了吗 身上还有钱吗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李导准备让我去做男一号 这会儿他正听我吃火锅呢 是大惨 不说了 不说了 旁边人也多 挂了挂了挂了啊 好坦严 说得很高 挂啊 我是小姐 哇 我以为你打 aspir后 打鼻子 别人粉丝了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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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的挂 我还不会想打 挂了挂了挂还 我还不想打开挂 拿挂了挂 我还剪了挂 挂了挂 挂了挂了挂滓挂的挂 挂低挂合挂 挂了挂的挂派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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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接得太快了 我就觉得 你想你刚接到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消息 然后现在你妈妈给你打电话 其实你可能不会马上接 在生活里 这是一个小细节 就能够帮助你表演再升华 其实这块是我们叫细口嘛 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能让你去再表现的一个细口 然后再紧接着这一套的这个 叫最全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在每一个那个 最后那个定格动作的时候 其实还是缺少点精气神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武打的演员跟武打明星之间的 那个那个未来你要突破的一个东西 就啪啪就得有那个劲儿 或者是说根据你前面的剧情 你把你难受的那想去发泄的那 你喊两嗓子 可能会更让所有人能把你这个剧情 就能够感受到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不过策划部分 我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 或者小品上见过类似的内容 这个创意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借鉴着别人的内容 可能有人演过 但这个我是没有在任何平台去抄的 因为这个当时 咱们栏目组通知我的也比较着急 然后我当天晚上呢 我说不知道咋容易 给我妈打电话 我就叫我妈 我说妈你这咱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 她就给我讲了两件难忘的事 她说你刚来这边找工作的时候 还有就是说怎么地怎么地 我不让你去广州的时候 我说那这样什么 你给我配合一个录音 然后我妈就拿那手机录音 录完了之后用微信发给我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呢 就找了我一个朋友在线上 我就说你录一个 我拿我手机你录 录完之后 到电脑就剪这么个音乐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自己也剪短视频 和做这个短视频的策划吗 就自己剪一剪玩一下吧 我还是觉得它很优秀 但我现在有一个潜在的担忧 就是如果说你去其他公司上班的话 你的表演呢 包括武术怎么办呢 放弃吗 不放弃啊 我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 是跟我现在的这个职能 是匹配的啊 但你要是比如说加入斯凯勒 或者说我们台上的任何一家公司 可能就不一样的工作性质了 就这个时候你理解的 你要找的这份工作 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是帮企业去策划每一场活动啊 但说实话啊 其实我们企业如果策划这种活动 评测是比较低的 我们台上有一位企业家 其实挺适合你的 就是小叶这边 可是他今天不在 可是我是笨择着他意向企业来的 结果他今天没在 对 他今天不在 挺遗憾的 因为我们说实话 我们都挺喜欢你的 但是我们在企业里面 确实很难给你留港